大家好,我叫阿拉腾黑利 因为我的体重更适合打音量级 所以这次打音量级 因为那个时候经验不是很好 而且技术什么的没有现在好 那时候我刚开始比赛 刚开始接受到MMA 所以我觉得各个方面都不是很好 所以可能会到这了 这就是我平时训练的原因很大 因为平时训练的很到位 而且技术各种方面练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是我之前跟我现在的比赛 张兰正打过一次 然后我一直就 那会我输了 然后一直就想跟他再打一次 然后正好这次塞尔方给我安排的这场比赛跟他要打 然后这是我正好想要的比赛 我觉得这次我自己特别有信心 我打败他 有可能我肯定会KO他 因为这个MMA格斗比赛就是最重的目标 所有的选手最重的目标就是都是拿到一个金腰带 或者是拿到冠军 这就是所有人的所有人格斗的格斗人的目标 我也一样 我也会拿到这个金腰带 我刚开始参加RODEFC就是有一个目标 拿到冠军 拿到RODEFC的金腰带 我会打败他